我們現在關桌 下山請大家一起 按這個按鈕一按 哇 那就是 那條香腸 就變成這樣 新式摺桌 竟然暗藏危機 石劫美百田社區會堂 今年6月中啟用 並添置了這款摺桌 一按鈕就可以摺起桌面 但有市民早前就中招 慘被夾斷手指 我都不太懂 我看如何摸索 總之一插 就這樣砸 當時我以為 很小姐 以為走出去問那些 姐 原來我踢急 我發現原來我發育 已經黏在那裏 那裏 那裏就害怕了 梁婆婆之後更和不單行 她被送到明愛醫院急症室 然後足足等了近一小時 才可以見醫生 醫生診斷之後 拒絕做接駁 只是建議做撤屏傷口手術 其後 梁婆婆的女兒安排媽媽 轉到私家醫院駁回手指 婆婆的女兒批評 明愛醫院處理得相當差 協助申訴的區議員認為 接台明顯有安全問題 但當局事後仍然懶理 你有沒有那麼多人手 去看著這台的小孩 或者路由機 你不要這樣伸手指出去 你沒有那麼多人手 的情況之下 去看著也沒有 你這個途養 或者顯眼一點的警告 尿如刀母 那你是否將自己 使用那些人 完全他們受傷的可能性 自自不顧 民政事務總署就說 意外發生之後 已經吩咐住場職員 提醒使用者 開合接台的診要小心 遇到困難 可以要求住場職員協助 明愛醫院就承認 分留護士 沒有留意病人手指斷肢的情況 將病人評為第三類別 承認分留安排 有不足之處 並深表協議 院方會跟進和調查事件 至於為什麼拒絕為病人接駁手指 明愛就說 經骨科醫生診斷之後 確定斷肢由止壓造成 預期無法修復血管和神經 加上斷肢細小 骨折部分難以固定 醫院認為骨科醫生 已經考慮病人臨床情況 和手術的可行性 而適切判斷 都望記者神指號不到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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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